今天有两个第一次 认识中第一次要飞到北京大兴Airport 我刚刚上来这里的洗手间 我跟你们说真的很高级 还有我第一次要做吉祥航空公司 好 谢谢 今天会给你准备的是那个味噌鸡排饭和家人饭 哇 非常不错的一个午饭 我非常感到惊喜 我去北京大兴机场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 因为做一个德国人 我特别羡慕你们有这么壮观的一个机场 我们德国 玻璃首都机场 vor 9 Jahren sollte der neue Flughafen in der Hauptstadt eigentlich schon in Betrieb sein die geplante Eröffnung im Oktober 2011 wird verschoben auch im Juni 2012 März 2013 und Oktober 2013 geht nichts voran die Fehlplanung verhindert auch einen Start 2014, 2015 sowie im Oktober 2017 das neue Ziel Oktober 2020 然后这个大兴机场 然后这个大兴机场 因为是今天唯一的时间合适的 飞到北京大兴机场的酒店 蛤 这酒店的航班 我已经吃过早饭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吃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蛮不错的 先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能体验一个新的航空公司 能去一个新的地方 这两件事情让我真的很开心 我是不是想个小孩 今天也有很多可抱怨的地方 比如说路上真的很堵 而且天气很不好 下雨很冷 但是我真的是这样的 我每天都会找一些 让我开心 让我兴奋的事情 这个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样你们的生活 会有充满那种小的惊喜 他们飞到北京首都 现在应该大部分的航班 还是会飞到首都 我们这边人也很多的 所以飞到大兴机场的人 现在也已经很多了 我们这边人也很多的 所以飞到大兴机场的人 现在也已经很多了 这个舱的颜色让人很舒服 拖鞋 毯子 水 耳机 你好 谢谢啊 现在会您准备的是 那个味装鸡排饭和虾仁饭的一串 啊 鸡排了 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个机箱航公司什么都好 就是他们这个英文名字 大家一定要帮助我 这个怎么发 我觉得应该可以叫Lucky Airlines 但是好像已经有一个Lucky Airlines 为什么他们会选这个英文名字 有人知道吗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个眼 11点半了 午饭时间来了 我有一点后悔 点了那个鸡排饭 我应该拿虾仁饭 肯定更好吃 如果你们有这个选择 鸡排饭和虾仁饭 你们会选什么 欢迎在下面留个眼 我老婆一直说 一天只有三次机会吃东西 一次浪费掉了 因为点了不好吃的 就非常的可惜 你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说的很有道理的 好香啊 整个飞机就是虾仁的味道 谢谢 你的味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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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不错的一个午饭 我感觉很感激 有一个烤鸡 感觉像四分之一的烤鸡 这个鸡排 还有豆腐米饭 还有欧卡 嗯 秋葵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德文名字叫欧卡 对男人好 还有水果蛋糕 和零食 我把这个豆腐倒到米饭上面 这个组合真的是问题了 他刚刚好像跟我说的是微增鸡排 微增不是一个日本的做法吗 我记得有微增汤 非常的嫩的鸡胸肉 这只鸡真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多了 先吃一口豆腐和饭 这个好像是马铺豆腐 我之前上《粉味》这个节目 我也做过马铺豆腐 哇 哇 好吃了 陰雪雨睡在马铺豆腐上面 但是这个马铺豆腐有点太软了 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我觉得这个鸭鸭 结合还蛮好的 中亚中西结合 中西结合 亚欧是什么东西 亚洲和欧洲 哦 哈哈 现在已经有下降了 我都还没来得及吃东西了 现在就有到 到了北京大兴机场 这里的天气居然比上海的好多了 不过我们觉得温度是蛮低的 所以今天带了很多衣服 玉绒服 帽子 手套 全部都带了 非常期待大型机场里面是什么样子 很好喝 谢谢 谢谢 反正北京的天气是非常的欢迎我 一进到这个机场就有一种非常新鲜的味道 感觉现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少的 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么多航班在这里 哦 我前面已经看到了那个他们最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哇塞 是不是很壮观啊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赞 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板 这个地板也是非常亮的 我刚刚上来这里的洗手间 洗手间里当然不能拍摄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 跟其他机场无法对比 真的是特别干净 而且很高级 你好 你好 从我出飞机到 拿到我的行李 等了大概十几分钟 十五分钟左右 我相信这里的技术应该是最先进的 出发去我们酒店了 酒店在三里屯看看 从大型机场到那边要花多长时间 54.3公里 一小时十分钟 到市里边二环内呆堵车要时间长点 那你觉得去这里方面 还是去那个首都机场方面 我喜欢跑这边 从市里边到首都机场 几乎全是堵 根本就走不了 那这里还是北京的 这个机场有一大部分的地 是站在河北上方的地 好 好 哇 这个酒店好不错 我从大型机场打车到三里屯 要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当中 首都机场到三里屯 大概要45分钟 不过如果你去北京的那边 比如说南站附近 那从大型机场会更近 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体验了一个新的航空公司 然后又看到了这个很壮观的机场 你们记得也像我一样 可以每天找一些让你们开心的原因 让你们觉得这一天就过得很充实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 转发一下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